还有圣诞节即将到来 圣诞红正是缤纷浪漫的应景花卉 三星立农园艺黄玉凯四兄弟 今年是以两公顷的温室栽培 种株五万盆的圣诞红 年产值将近1500万 尤其今年品质好卖相家 消费市场反应热烈功不应求 走进温室映入眼帘是一片火红 这就是三星花农黄玉凯 采用温室栽培的圣诞红 在两公顷的温室当中 有七分地都是在种植圣诞红 包括圣诞树 玛贝拉等等的品种 加上今年天气较热 页面颜色比往年还要深红鲜艳 卖相相当好 市场反应热烈功不应求 圣诞红部分大概还是以红色的为主 因为红色是比较喜气的 你种植大概有几种 我种植的话大概有四种品种 红色的部分占了三个品种 然后就是粉色的 材料都上涨了 所以稍微微调有搞一点 也不是很好种 比中南部比起来是比较困难一点 在市民庄看到的圣诞红可以说百分之一百 都在这些出租 都在这些所在出租 所以我们这片的这些五万张的圣诞红 差不多是全部供应我们的约然观了 所以你们都有去渡到 在市民庄看到圣诞红的 就是在这三星 三星乡 这些满富川的黄玉凯 这里出的 三星乡长黄锡勇表示 花农黄玉凯四兄弟是乡内唯一种植圣诞红的农民 产量是五万盆 年产值高达一千五百万元 提供给全县使用 尤其温室栽培 更让乡内的花卉产业迈向新的局面 温室的栽培 而且他们还用 大陆的新的口气 跟温室的设备 在中很多汽增 比如说土冠 黄金隔 现在当时的就是圣诞红 所以圣诞红现在是圣诞红 镇红时 黄义凯 他们四兄弟 有债中差不多五万 五万盆 所以这个 整个来说 对我们地方参业 很重要 一盆 它的三截 差不多一千五百万以上 所以在这个 我们三星 很多元龙玉 所以可以 输入这个花卉 也让我们 很豐富讯 也让我们三星龙玉 迈向一个花卉新籍 圣诞红平价鲜艳 加上花旗长 是叶旦节不可或缺的 应景花卉 而花农黄玉凯 也提醒民众 挑选圣诞红的时候 应该要选择 绿色叶面翠绿 枝叶坚 才可以放比较久的时间 一烂新闻记者刘耀珍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